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思想代表着 这是继承者 所以感到 这是我感到生日 感到幸会的 觉得我为他 为了这样的理想 我的付出是值得 所以是无言无悔 当年郭梦若邓拓也曾经关注过您 这些您想谈吗? 不想谈 胡适认为北大的519是新五四运动 这些都不想谈吗? 我又过来一夜 今天感觉好一些 都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动 就是祷告啊 我的儿子啊 昨天晚上来啊 他出来不信主 很抗拒的 他出来那子 妈妈 我要做祷告 妈 替我做祷告 我就是上帝 把我能进到我儿子心里啊 这是我 就是最大的安慰 上帝 上帝 我就是一直让心他被害 那他就说 心里有上帝啊 那我就感谢祖 我现在 就是说 昨天以来我还是接到很多电话 中国内 很多人说 都在表面 为我 关怀我 安慰我 我觉得这些爱啊 都来自上帝 给我很大功夫 我现在 除了感激和爱之外 真的 我对我想讲 万一这次我过不去了 而我是还有一个希望 我的那个国会啊 能够放一半 一半留在法国 给我母亲 我的孩子在一起 一半带回中国去啊 把他撒在这个 台湾海家吧 那个大海里 因为 我初校就有一个和平梦 因为我 诞生在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 我的父亲是一个 爱国者 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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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四年的好友 也是北大了 因为搞学中运动 组织东北里外学生抗日代表团 到南京去请愿 也找到那个最低谱的中国 这样的逃到上海去了 这在上海 这个 跟我母亲 生了我以后 我一直就说 我父亲因为是 悲荡爱国就是 他为什么逃离东北 他就事事不做亡过奴 所以呢 就是说 鬼子跑到哪里就逃亡我们 因为 我的童年一直在逃乱当中 还在抗战嘛 这个 鬼子 譬如说 最后上海也掌领了 我父亲 本来已经很有事业成就的 他在上海创办的 上海世界医学院还是院长 所有的都就都丢掉 带着我打杭州 在杭州 在杭州 鬼子又来了 又逃 逃到江江 每一个 我的弟弟妹都在不同地方生的 所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啊 我父亲 死都我呀 从来没见过论人 就是一直在逃乱当中 直到四五年 在玉环县 在玉环县 这个 那个 说 抗战胜利吧 那个时候 我们到了 到了温州去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啊 名字就叫 和平梦 在当时的温州日报 这个 这个 我看到 当时您多大 当时我跟你讲啊 我世界上 大概十岁左右 我就讲啊 看上十年以后啊 我希望 那时候国家在谈判嘛 我说 我梦见了 江泽石和这个 毛泽东握手 在谈谈希望 那时候反内战 这样一片 毛泽东文章 这些文章都可以插到了 而这个部分 结果没想到 内战报到 所以 非常痛恨战争 因为家里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那么 因此 因为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 他参加革命 以后啊 这个 我爸爸在台湾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们家里没有音信 因为他在香港 因为他从香港教会啊 通过一个香港教会的地方 然后给我妈妈几千 但很久以后 才知道 那是国民老特务嘛 她们知道啊 林世民原来是 所以她的女儿 当年呢 因为我只是派国的名字嘛 就算 哎呀 很复杂的背景 就利用这个关系 就是派人到大陆来找我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母亲生活在香港没办法了 我父亲 把我父亲跟他关系都切断了 我父亲也受到 台湾也受到很大的迫害 那因此的话 他就突然 有一年 每个月有人给他几十五倍 我们以为是爸爸 但是后来 突然有人 到广州来找我 他还在广州 那个宾馆里边 我们就告诉我 你母亲这一年的生活 全是啊 国民党养了你 因为从现在开始 应该为我母佛物 哎呀呀 我从来没见过真的透 但是这个人的身份 他是一个牧师的身份进来 他说他只是受托 那么 我一听过去吓坏了 还不如欠民党的 姿兰 那总是 在城面上 那一看 说呀 往海叫